大家遮了我的樣子,因為目標不是我講樣子 我講一講,我是用GTI的Visa過來的 就是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其實過去三年多歷史的GTI的Visa 我看回澳洲的Stats,其實批了的接近是1400個 即是說,如果批了Visa的人全部 那些IT人,如果全部通過了,起碼有1400個 Family,不是1400個人,是1400個Family 那,unfortunately,今年的Budget announced 之後就斷了 所以呢,有些現在去到中間,伸了一半半 我現在不知怎樣 我想問,有沒有一間外賣GTI的GTI 1400個全部都是香港的 全部都是香港,所以全部都是香港人 那,我們有一年 尤其是 香港比較亂的時候 其實澳洲是給了Priority給香港人 那,後來到了 就,Ukraine 就比我們香港更亂呢 就又將Priority shift了過去 那,但我猜是 政府計錯數吧 即是,他們期望可能我們過來 帶一些資產過來,帶一些所謂的 一些IT expertise過來 那,但是呢 他們就說claim,因為這樣就扯高了樓價 所以,他們今年減了25%移民的quota overall 就是因為說 因為想按一按樓價 成不成事不知道 那,第二個就是我自己推斷的 那你說吸納人才 另外,我們這班GTI過來 其實大部分人找工作都有點吃虧的 如果需要找工作 就像我這樣 financially 不可以令我退休的那些 找工作是困難的 那你如果沒有工作 那你怎樣用到你的talent呢 那就沒有了 另外一堆就是 financially 很OK的 過來是退休的 那過來退休 他又不會 contribute 另外半退休的那些 半退休 即是說得衰些 就是懶惰做 那懶惰做 你又怎樣 contribute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 無論是樓價也好 或者是真的吸納人才的角度來講 都可能是太Q的 OK 所以都是 Whatever 總之可以斷了 那 那 我剛才略略介紹自己的時候 brief了一點的背景 那我過去做過什麼 不重要 簡單來說 GTI過來的那些 其實通常都起碼 背得 我不知道 我想 minimum都15年了 或者20年 因為其實它的 criteria 很簡單 如果你在說 香港的工資平均 每個月 7柄 那 這個是一個門檻 第二 你就要找到一個人 所謂的 international recognized 的人 就是 refer你過來 這個時候 哪有這麼多 international recognized 所以呢 其實不是那麼多 那些 其實找一些人 幫你簽的那些 其實純粹是澳洲citizen and 也在IT做 可能是一間公司 他的態度比較厲害 就refer過來 這樣做 OK 那這個就是 有少少 GTI的背景 就是這樣 OK 那我過來之後 其實我真的 透足一年 因為香港的生活節奏 就真的 尤其是work 我不知道 有沒有誰 Arraisman 或者Paul 你有沒有分享 你覺得是1到10的tough international working long hours 你會覺得去到多少 9 9 因為超過10 你會超過10 我告訴你 我經常都跟我的staff說 你經常說我的薪金高 我告訴你 如果計算過 薪金高 我比我的staff低 因為 一天做15個小時 但是 過到來澳洲 不是這回事 所以我過到來 第一件事 先休息一下 所以我頭的一年 是真的只休息一下 所有和工作上相關的事情 我完全沒有觸碰 所以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盆花 生得漂亮不漂亮 夠不夠肥 我只知道我的workshop 不夠工具 我會去Bundance買 這個就是我的一年 到了11月 玩夠了 找工作了 我找了兩個星期 我寫了三四份 不對勁 沒有回音 然後再繼續 然後我中間 一月又過了歐洲一個月 就是幾個月 然後回來再繼續 我前後去到二月份 我寫了大約三十個 應用 基本上全部是炒車 炒車有兩類 一類就是大公司 大公司有禮貌 他也會有一個電郵 給你 很明顯不是人打 是System Gen 他會有一個電郵 很禮貌地告訴你 你失敗了 另外一半是沒有回音 所以我聞到一股 糯米不是很妥當 所以我便開始參加了第一個香港人群組的活動 我就真的進去聽聽 那些人分享一下 或者我可以問一下那些人 如果我會去公司 我會去公司 或者公司 公司 即是八個聯軍 我儘量不刻意和香港人圍爐取暖 但是我發現 糟糕 原來香港人真的要幫自己香港人 你一定要圍爐取暖 這就是我個人的經歷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取暖 不要緊 我第一個Session 去了之後 就開始意識到 原來我的經歷 不是只有我有 原來很多人都有 OK 開始就 覺得要痛定思痛 重新想過整個策略 部署 我自己有個情況就是 我以前是做一些專業 做一些ERP application 或者是 business application 做了十幾年 很手機 但是後面的十幾年 開始領導隊 譬如在老店 我領導一百多個組 開始管理 但是同時我也會手機 但是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你做這麼年輕 你會手機 你說我也不相信 問題是他們不認識你 所以 其中一件事 等於我會繼續做多一點 就是 這裡找工作做 很靠網絡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 因為那些人不認識你 每個社 尤其是做PM 剛才有幾個說做PM 尤其是PM BA 不是說Fullstack developer 那些 你是很難去接觸他 厲害不厲害 但是Fullstack developer 那些 或者技術 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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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有些事你不懂做 你不可能在那一行 所以相對來說 它容易接觸 但是如果你在做BA 或PM 那些 每個人都說你是Good Problem Solver 對嗎 但是Good Problem Solver 的職場是這麼大的 有些真的 不講 少少問題都不懂解決 但是有些很厲害 問題是 誰可以證明到 你在一小時的面試 怎麼會證明到 還有 還有 所有的工作人員 在我過去的幾個月 每一個工作 你一按 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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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 水蛇春這麼長的 cover letter 一百以上 二百個 applicant 那麼 每個人都說 他是Good Problem Solver 每個人都說 我又認識Archer 我又認識Waterfall 我是Good PM 每個人都說到自己的 那你怎樣可以 stand out 你除了認識人 告訴那個 職場管理員 之外 其實你是很難 跟他們 compete OK 那好了 有了這些經歷之後 那我就 發覺 就 開始要找些 做些Networking 如果要做Networking 那 很醜 拿著那個 label Job Seeker 如果你在澳洲的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他每個月都有Event 他開宗名義 你可以下 label 我是來找資源 我是Job Seeker 或者你不捨 你是First Timer 會是這樣 我們這樣的年紀 臉皮都有點薄 所以我第一次是First Timer 第二次是怎樣 第二次不是First Timer 第二次不是First Timer 是Second Timer 但是他沒有這個選擇 接著就沒有辦法了 後來我就 打一打條條 算了 轉一轉個方法 開了一間這樣的公司 我從網絡到整個linkin page 整個網絡一個星期 我還沒有整個網絡 我還沒有整個網絡 因為我用Host Parfer 原來很多東西 都是灌口的東西 一個星期搞定 開了一間公司 希望有個business email address 因為有時候你參加一些Event 如果你是失業的 或者沒有工作的 你想去Event 或者你去下載一些 Bandar的Document 那些我要拿呢 沒有渠道 我一定會有Business email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instead Jobseeker 我現在站出來 再挺起空堂 多一點點 I'm looking for business opportunity 那如果是Fearline Shop OK 我也可以 那我就做了 找到一個 他們請了一個Perm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希望門口開大一點 那這個就是 原本開這間公司的intention OK 好了 有了這個intention之後 Impireline我是繼續找工作的 後來就開始 嘗試去想一想 既然都開了這間公司 亦都很多人 好像有我這樣的經歷 不如 拿這個platform出來 丟給大家分享 那我就開始嘗試去密識一下 有沒有人 好像我這樣的狀況 就是 沒有工作 但是又繼續在找 但是又希望 掛個牌 就有個 有間公司 或者有一份工 在做的 那我就開始密識 那些人有沒有人 不如 一個freelancer 的alliance 借著這個平台 這樣 每個人都有個 email address 每個人都說 Btmoth的人 但是實際上 我可能沒有一個正常的 employment的關係 只是一個 那些人 開始密識 這些人去談 所以 還未成功 那 因為 原因 就是 我其實從2月開始 到現在 以前 我一輩子不做connection 因為 當你一間公司 負責人 負責某些軟件 那些負責人 那些負責人 我不需要刻意做 但是很多人會走過來 但是 去到這裡 我就要重新 build a networking 所以 過去那幾個月 三四個月 我前後應該找到 四十幾個人 聊天 就是face to face 聊天 有些人聊天 聊天的時候 就順便問一問 他們的經歷 但是我接觸那個層面 全部都是GTI 或者是我們 我自己的朋友的connection 可能自己有生意 或者可能在公司做得比較鮮的一些 那 跟今天我們這個組合有少許不同的 那這個組合我會大約分到三類 一類就是 剛剛入學 會變一兩年 或者剛剛讀書會變一兩年 第二類似乎是 大約做了十幾年 然後 就可能剛剛過來 那第三類就好像我們的老鬼 但是老鬼 今天這個forum 比較少 那我接觸過一段 那我接觸過一段時間 就不太能聊到 因為各有想法 剛才說 有些人其實 真的退休 或者是半退休 有些人自己想找工作 比較便宜 因為好像有些 很辛苦 這樣想便宜 所以不太能聊到 那這件事 那這件事就變成被扔在那裡 那我要說 這件事我就沒有 那後來我在三月份 就經過一個network 香港人的network 很機緣巧合地 無緣無故就有了 現在這份工作 就回到六個星期 我第一份工作 但是呢 我找到那份工作 應該搞定了 我不close down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這件事其實要經營要時間 那我已經有事做了 那還整理做什麼呢 第一 既然都開了 不必這麼快去shut down 但是第二個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這件事不相信 因為呢 我們如果是GTI那些過來 其實基本上 都是在說十幾二十年 在行頭 都有一些少少 就是 身份地位 又或者 都叫到網絡都不小 是吧 過到來 不是 就是不是不懂做 也都 大部分過來 是沒有什麼所謂 降幾個grade 而我們移民過來 預算了 能夠收回的工資 三分之一 或者一半 一半很好 三分之一 我都沒有所謂 有能力 也都什麼都肯做 居然找不到工 調戲是不順的 由於調戲不順 所以我繼續經營 就算現在還沒談到 我也繼續經營 我上次在CBD 訂了一個地方 就做了七八個人一起去談 大家交流一下 沒有經營到事 但在那個部分 我分享了一個想法 我就是說 今天我們有很多香港人群組 GTI那些 全澳洲的 有一個signal group 只是Melvin 有另一個signal group 香港人之家 裡面十幾二十個group 不同類型的 topic 不同地區 另外還有一個 不知叫什麼 麥爾本生活 有另一個WhatsApp 其實我沒有加入 如果再裝 我想還有四五個 但是所有這些群組 都不是related to 找工作 或者是 business collaboration 所以它偶爾會有的 但是你如果不是天天跟貼去 你不用做 你不是天天跟貼去 你會掉的 所以我就分享 跟他們 我覺得如果是想幫大家 去面對一個我 signal的過來面對的問題 我們要建立一個 的platform 只是說business 只是說運工 其他什麼都不說 所有說其他無關的東西 signal的東西 會立刻刪除去 所以在三個禮拜前 我就要想 用什麼platform WhatsApp signal slack 還有說Microsoft Teams 但是這群 就不用自然又會加入 那麼煩 又要開帳 我相信 slack 不是每個人都用的 我相信 signal和WhatsApp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看不到歷史 因為如果你要做這些 網絡 譬如 這裡可能有誰找工作 你加入一好 加入了之後 人家的工作兩天前 發布的 你又 誰同一天再發布 所以後來考慮了之後 用link in link in 有幾個好處是什麼 第一 你可以看看歷史 第二 你現在講找工作 你找 business collaboration 要有眼耳口鼻才行 還有 我們香港人之家的群組 或者其他群組 大家互相交流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那個人的背景 或者你的身份是什麼 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意見 按這個 起居飲食 或者是 衣食住行 但是你如果講到 business world 或者是找工作 你的link in profile 重要 就是你要know the people by the profile instead of by name 或者 by the alias 所以 最後我們用了link in 去設計 我們 三個禮拜前 的起心肝 起了他 頭二十四個小時 100個 member 第二個二十四小時 多40 140 然後就開始 slow down 到現在一百九十幾個 OK 這個就是 由於調戲不順 然後 現在有份 full time job 但是繼續經營著他 和少一點的時間 現在這裡我經營很少時間 大部分時間 其實我是在經營著自己的 那份 full time job 家裡 第三 就是那個link in group OK 那那個link in group 做什麼呢? 我很快說一說 那這個link in group 基本上呢 就是做job hunting 和business collaboration 所以這裡裡面的所有post 你一進去 就 無論你是新裝 或者是舊的 你都會看到所有內容 那這裡有一些 introduction 那跟著第二類就是 這個是第二個post 就是 總之有哪個member 是 對於認識澳洲的market 是 是有些資料 覺得是大家分享好的 那他可以在這裡 就繼續去 make comment 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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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暫時會看到很多名字 都是好的 譬如 澳洲的公司 有98個percent 有98個percent 都是small business 是在說一至四個人 左右 OK 本來澳洲 第一澳洲你要明白 其實總人口 是香港大約四倍左右 如果你只是說 Melborn 他只有五百多萬 比香港還小 所以你跟這裏 IT的人聊天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會跟你說 其實香港人 都會跟你說 其實Melborn的market 比香港小 這個market很小 所以 當你的market很小 代表什麼呢 那些人是互相認識 其實機會很大 就算在香港 我們做生意 那些 其實靠認識的人 其實 我以前做consulting 行頭有哪些人 都是那些 你可以想像 其實去到Melborn 就是 你只要進入 他 其實那個 network 其實未必會很大 尤其是 譬如說 Cyber Security 這裡有很多人做Cyber Security 或者做Data 可能你如果真的 入到那個局 其實可能 你認識的人 未必會真的很多 即本身的market 未必真的很多人 所以如果能夠認識到人 是一件好事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market的資料 再下去 就會一大堆的post 就是不同類型的 job category 就會有一個post 那現在就是 哪個member 他是間公司 或者他的connection 是有工 他就找回那個category 就落個job 在留言 那 變成 如果哪個人 like了這個post 如果有人在裏面 加東西 你可以知道 通知了他 那這裡 再下去 就是 QA Testing Infa Network Risk Management 如此類推 Software Development OK 另外 亦都給大家 因為 Admin 不是很多時間 但是 剛剛recently 做了少少的統計 這個post 就是 我們這個群組裡面的人 其實 他 在哪些公司 有機會有connection 有機會 不guarantee 這些就是 比如在Advertising 有一間叫 Media Months Communication 就是Ossibor Band Optus 或者是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我不認識 可能Cadden 不知道認識這三間公司 如此類推 比如 Consulting 這些 information 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看回那些 Member 她在這些公司做過 或者我自己 認識別人 比如舉個例子 Consulting 第一檔 An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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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公司 不是我的公司 我公司 他們要照顧我 我才會有connection 我就盡量compile 這個list 如果 如果 哪位朋友 你找到工作 無論是seek 也好 我想知道 capital 那裡有人 有份工 我立即進去 找找 哪位 是這間公司做過 看有沒有機會 跟他聊聊 了解一下 狀況 或者真的找他幫忙 做referral OK 整個網站 就是這樣 但是 來到這裡 目標很宏大 但是 可以這樣說 193個 Member 大部分 都不active 如果你進去看 帖子 有95%是我的 其實之前有個admin 你會看到有個admin admin 那個也是我 但是因為 早前 鎖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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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開過帳戶 就沒有樣子的 那個圖片 那現在的AI 無論Facebook 也好 他會幫你referral 你不是堅人 他真的鎖了我的帳戶 結果 他鎖了那個admin 之後 原來整個網站 除了admin 除了那個admin 可以看到 原來全部的網站都看不到 我好害怕 你害怕的是什麼 這就是 信任的問題 百多個人 進了一個group 突然間消失了 進不去 這些admin 做什麼事 是不是想偷我的資料 好害怕 玩了兩天 之後 終於解決了 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我把我老婆上台 所以現在admin的照片 就是我老婆的樣子 但是我老婆完全不經手 全部都是我 所以我老婆也是我 我也是我 那裏面的post 90%都是我 OK 剛才說到有一個point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perry說 印度人 是不是 印度人 印度人在IT 在澳洲 是很團結的 他們的community 很強 連結很強 香港人 雖然這麼說 很鬆散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鬆散到不得了 就算現在開了這個group 我理解的symptom 或者phenomen 所有移民過來的人 都有很多群組 都會加入 他加入了群組 他加入了群組 他有沒有加入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要加入一個group 門檻實在太低了 有人邀請你 按連結 就加入了 也不看了 也不看了 搞定 有空 突然心引起 又去看 OK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 用到 用到 這個platform 其實不是靠我的 我最好 就是 我一個post也不用出 原來我自己經營到 就是靠一些members 但是如果 就是剛才我講的 我現在 初步估計 就是 因為 半退休人士 就是這百多個 也都我查過那個list 其實有很多人 原來在澳洲在職 比例上 我還未正式做統計 可能是 接近 四分之一 至三分之一 的人 可能是 looking for job 大部分 就是另外一堆 全部都是在職 的 所以他們可能都是 純粹因為門檻下 按了進去 沒有 然後 其他人 香港人 也不是很習慣 用令人 但是在澳洲 用令人 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們如果沒有link in 麻煩你 你執拾一下 還有 一定要做個pofer的照片 大家連樣子都不敢出來 你想聘請你 沒事吧 你不要做夢了 一定要 把pofer的照片 令到我有些 突然間 得到小鼓舞 因為 我剛才說 這個platform 要成功 要成功 要建立得大 一定要靠人 那些 Member 的 interaction 半退休 那些 我就不寄予厚望 但是 反過來 年輕的 好像你們這些 如果你們能夠進去經營 一年後 未必會有很大的成績 但是 兩年後 三年後 我覺得整個警方 可以不同 我自己有一點點想法 就是 香港人 可不可以 做不到100% 那些人的 那種 的bonding 八成也好 衰些說 五成也好 對不對 但是 要做到這個bonding 要靠大家 給大家 一點點力 不多的 你真的 有空 扮一下 都已經差很遠 因為link in 其實是看impression 這些東西 有人觀察過 那個impression的數字 可以增加 這些東西 如果能夠靠大家 就可以告白 所以 我們 開了檔 兩個禮拜 其實有十幾份工 不過 那些人不like 的話 人家投資了也不知道 所以 那十幾份工 其實是 浪費了 我自己是 六份 一份是六個月的ERP 支援 一份是12個月的ERP支援 一份是12個月的ERP支援 三份是委員工 一份是Cyber Security的BA 然後 有另外一個兄弟放進去 兩個工作 一個是SAP的HR系統 另外一份是 忘記了什麼 HSBC Sydney 那邊 鋪了 應該有三份工 但是 可以這樣說 沒有什麼反應 OK 沒有什麼反應 可能很正常 因為不match location不match 或者工種不match 但是 如果 我們由十份工 變成一百份工 整個情況 會很不一樣 而且 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 是 一個人的 很難做大 但是 如果我們可以 聯繫在一起 這個項目是容易做大 如果你們以前玩過Facebook 都知道 聯繫六個人 回到頭 原來你會懂 但是 這個LinkedIn 我發現這個世界 肯定比Facebook 你隨時聯繫三個人 已經能駁回一些認識的人 OK 所以 這裏想分享給大家 就是 我有這個 Platform 重新說 有人設定了這個Platform 這個Platform 是沒有Owner 只有一個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只會刪除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 基本上 那個Platform的Owner 應該是等於所有的Team member OK 那你自己可以 嘗試去加入他 之後去看 那我 佩服 以及阿正 介不介意我 把連結在 那個 All Starter 那個群組 對 是 是 都可以 是 OK 那 講了這麼多 之後 講穩攻 是不是 我還沒講穩攻 好 好